明智赴死世己心,斗罗重生,圆灵根,修得雄心朝日月,世仇倒海,镇古今。 听众朋友,欢迎您收听由陈颂吴生为您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斗罗大陆》,作者唐家三少。 玫瑰酒店的装潢令人很容易产生好感,颜色搭配得简单舒适,还有酒店内那淡淡的玫瑰花香都令人身心舒畅。 在顶层最内侧,唐三找到了红色海洋的门牌,顶层一共只有几间房而已,前面的门牌有什么蓝色妖姬,粉色柔情,黄色珍质,白色纯真,绿色离别等等。 最里面才是这间红色海洋。 后来他才知道,门牌的名字代表的也是玫瑰的几种颜色。 门的颜色和门牌的名字一样,大红色的门上有着漂亮的暗红色水晶玫瑰装饰。 在红水晶玫瑰旁还有一行树牌小字,红色海洋爱的海洋。 就算唐三再迟钝,此时也感觉到了几分怪异。 扭头看向小五,发现小五也正在看着他,有些尴尬的道,这酒店不会专门就是情侣约会的地方吧。 小五眨了眨大眼睛,一把从唐三手中抢过钥匙。 管他呢,有地方住不就行了? 一边说着,直接打开大门,走了进去。 唐三跟在小五身后走进房间,可谁知道,他前面的小五却突然停了下来。 他的身体顿时碰着小五的后身一下,被柔嫩的弹性挡住。 怎么不走了? 唐三赶忙后退半步,拉开自己和小五之间的距离。 等到问完这句话的时候,其实自己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。 尽管有了一些心理准备,但当第一眼看到这房间内的一切时,唐三还是充满了震撼的感觉。 房间很大,但是面前的客厅就有超过五十平米的面积。 大厅内,所有的家具一律都是银色的,雕刻着精美的花纹。 大红色的地毯上布满了浮屠的红玫瑰纹路。 最令他们吃惊的是在大厅中央,用大片玫瑰花堆成的一个巨大的红色桃心。 整个桃心的面积有接近两平方米,那至少要上千朵玫瑰才能完成。 上面挂着一张纤细的绸带,上面写着一行字,一千零一,你是我的唯一。 除了这一千零一朵玫瑰之外,房间四处都摆放着高雅的花瓶,里面都插着火红色的玫瑰。 浓郁的玫瑰花香遍布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之中,迷人的遗迷令人目眩神迷。 唐三苦笑道,看来我是猜对了,难怪戴木白要带女孩子来这里。 小五,你要是不喜欢这味道的话,我让服务生把这些花搬走。 小五此时也已经从震撼中惊醒过来,扭头白了唐三一眼,美眸中却满是陶醉。 哥,你真是笨哪,有女孩子不喜欢玫瑰花的吗?你这么不开窍,以后怎么找老婆? 唐三摸了摸自己的鼻子,我才十二岁,现在说这些太早了吧。 小五走上前,拿起一朵玫瑰,凑上去闻了闻。 这房间布置的,好美啊,我发现,我已经有些喜欢上这里了,哥,以后我们经常来这儿好不好。 唐三皱眉道,好什么好,我们是兄妹,来这种地方算什么? 好了,赶路也累了,休息一会儿吧。 看着朝卧室走去的唐三,小五在他背后翘了翘舌头,但还是跟了上去。 来到卧室,两人再次被震撼了一下,卧室内不出所料,只有一张床,但这张占据了整个房间几乎一半面积的大床,却是陶心形状的。 淡红色的沙帘从房顶垂下,遮挡住陶心状大床上方的空间,给人一种如梦似幻般的美感。 红玫瑰被褥,红玫瑰花纹的枕头,所有的一切都带着一层强烈的暧昧,令人血流加速。 唐三扭头向小五道,我发现,听你的来这里真是个错误。 你在这里休息,我到外面沙发上去。 小五也不拦着唐三,欢呼一声,一个吐月就扑到了充满弹性的陶心大床上,在上面雀跃地翻来覆去,说不出的兴奋。 看着他的样子,唐三脸上也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,小女孩毕竟是小女孩。 随手带上卧室房门,走到外面的沙发上,盘膝坐下,立刻开始运功调膝。 这几年以来,虽然唐三过的都是单调的生活,但也给他养成了很好的习惯,不只是实力的提升,心智也变得更加沉稳。 尽管他还只有十二岁,但为人处世却已经有些成年人的风范。 当然,落在小五口中的形容,就是未老先衰了。 纯净的玄天宫内力在体内缓缓溜淌,唐三脑海中开始回放自己与戴木白一战中的细节。 重复战斗画面,理清战斗中的得失,这是大师教导他作为一名战魂师必须要具备的素质。 平日里,他几乎都是和小五对练的,这次换了一个对手,还是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对手。 虽然交手的过程并不长,但还是对唐三的战斗经验有不少的好处。 武魂千奇百怪,多余拥有各种武魂的魂师交手,极为重要。 记忆渐渐来到戴木白使用白虎金刚变时的情景。 唐三心中暗想,白虎金刚变的攻击不知道能提升到什么程度, 但那防御提升后,身上附加的金光应该是类似于护体钢器一般的存在。 在自己的暗器之中,有几种是砖破钢器的,不知道对它是否管用。 蓝银草并不是唐三最大的凭借,暗器才是。 这几年以来,随着内力的提升,它的暗器修为也大幅度增长。 暗器白解中,已经有不少种暗器它都能够使用了, 但它对玄天保禄总纲中的教诲从不敢忘,不到危机关头,绝不会轻易使用而已。 这是它的秘密,哪怕是小五,也只是一知半解。 唐三这次的修炼持续了很长时间, 中途也只是和小五出去随便吃了一点晚饭。 修炼时间长,一个是因为它的玄天宫已经到了相当于魂力二十九级后期, 快要进入三十级的门槛了,所以它修炼得格外努力。 以求尽快突破到三十级,好去寻找自己的第三魂环。 另外一个原因,就和与戴木白的交手密切相关了。 戴木白相当于提醒了唐三,再好的技巧也要有实力作为后盾。 就像他们之间的战斗,在开始谁都没有用出五魂的时候, 唐三凭借着控和秦龙的精妙和玄玉手的特性,令戴木白吃了点小亏。 但当戴木白使用五魂白虎附体之后, 唐三的控和秦龙就很难起到作用了,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。 小三儿,哥,陪我出去玩玩好不好,老在房间中,你不闷得慌吗? 清晨,小五儿趁着唐三吃早饭的功夫,忍不住抱怨起来。 唐三微笑着,我和你可不一样,你天赋异禀,不怎么修炼,实力都能不断提升。 我这是笨鸟先飞呀。 你也看到了,戴木白也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,他的实力如何? 既然有一个这样实力的,说不定就有第二个,第三个。 这史莱克学院可和咱们原来的诺丁学院不同,不会再是你的一言堂了。 不尽量提升实力,以后我怎么兑现保护你的诺言。 小五不满地撅起嘴,也不说话,就那么拉着唐三的手臂,大眼睛中充满忧怨地盯着他。 大有,你不答应陪我出去,我就不松手的意思。 唐三拿他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,无奈地点了点头道,好吧,反正明天才去史莱克学院报名,待会儿我陪你出去转转。 不过,中午我必须回来,下午可不能再打扰我修炼了。 好,小五清脆的声音充满了快意,眼中的忧怨也像是变魔术一样,一扫而光。 他这演戏的技巧早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。 玫瑰酒店的服务非常好,当唐三和小五出门的时候,正好看到服务生推来一车的新鲜玫瑰。 一问之下,才知道,这红色海洋房间中的红玫瑰竟然是每天更换的。 就算玫瑰花不值钱,但在一定数量的情况下,价格依旧是不少的。 唐三试探着问了一下房价,这才发现,自己昨天答应那位王经理这几天免费是多么英明的决定了。 出了玫瑰酒店,唐三问小五道,你想去哪里? 小五做出一个无所谓的表情,随便转转吧,去哪里都行,只要不在房间里闷着就好。 以前在诺丁,他平时身边都粗容着一大群小弟,那真是小霸王一般的存在。 当初那位前任学员老大肖辰女,虽然早就毕业去了中级浑石学院,但他家在诺丁城势力不小,对小五他是由衷的钦佩,自然也就让家里照顾一些。 因此,在诺丁生活的小五可以算是如鱼得水。 习惯了热闹,此时身边只有唐三一个人,他自然是有些不适应。 两人缓步朝城内走去。 所多城不愧是主城级别的城市,虽然还是上午,却已经尽显一片繁华的景象。 城里的生活节奏明显要比悠闲的诺丁城快得多,过往的行人大都是一副匆忙的样子。 各种各样的店铺琳琅满目,唐三被小五拉着串了几家服装店之后,就已经有些头昏眼花的感觉了。 幸好,小五充分发挥了穷逛的内涵,只看不买,这才没让两人的公共钱包贬了下去。 所多城的物价至少要比诺丁城高上三倍,尤其是物品上更是明显,但品质也要比诺丁城好上一些。 当然,这还是因为诺丁城是边境城市的原因,要是内陆的小城市,那更是远远无法和索托城相比了。 咦?小三,你看那里?小五突然惊奇地叫道,在外面,他一般都会叫唐三为小三,只有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,他才会叫他哥。 美极名曰,这是两个人之间的秘密。唐三也不在乎这些,就由得他了。 又是什么服装店呐?大小姐,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地方吃午饭,然后回去了?唐三指了指快要日正当中的太阳。 小五拉着他的手,蹦蹦跳跳地道,你看呐,快看,那里好像和魂石有关。 唐三这才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只见不远处有一家店铺。 门面并不大,但店铺上悬挂的招牌却与众不同。 招牌上刻画着一个圆形的标记,上面有几个特殊的符号。 普通人或许不明白这些符号的含义,但唐三和小五却是知道的,因为那几个标记正和五魂殿的令牌一样。 分别是一柄箭,一柄锤子和一条蓝殿霸王龙。 三个标记合在一起,与大师的那块五魂殿特许令牌是一样的,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一家店铺的招牌上。 去看看,唐三带着小五朝店铺走去。 店铺的门是开着的,里面看上去有些昏暗,两人走进去,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顿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 这种能量波动和五魂殿里的很相似,但是要弱上一些。 经过大师的教导,唐三知道,这是有魂倒器的缘故。 魂倒器中都是拥有魂力波动的,如果没有被人使用与自身魂力绑定的话,就会出现魂力外放的情况。 魂倒器它都不具有攻击作用,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辅助。 尽管如此,魂倒器也是极为少见的。 所有传下来的魂倒器可以说都是古董,因为它们的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。 店铺内只有一个人,也不见柜台,三面墙上挂着一些物品,看上去都已经很旧了,一点也不像是值钱的样子。 那唯一的一个人坐在一张木制的躺椅上,正闭着眼睛随着躺椅晃动。 他看上去大约有五十来岁的样子,虽然年纪不小,但身材却很壮硕。 那张看上去还算结实的躺椅随着晃动,在他的体重作用下发出嘎嘎的声音。 这个人的脸长得很有特点,下巴有些向前突出。 颧骨很宽,面部扁平,还有点阴沟鼻。 如果非要用一种东西来形容的话,那么只能说他的脸有点像鞋底子。 虽然是闭着眼睛,但看起来却有几分奸华的感觉。 脸上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,镜框是那种死板的方形,怎么看都有种怪异的感觉。 唐三和小五进入店铺内并没能吵醒他,他依旧呼吸均匀地在躺椅上晃动着。 小五好奇地四下看看,小三,这些都是魂导器吗? 唐三的目光从中年人身上转移到墙壁上悬挂的物品上。 实话实说道,这个我也不知道,除非每一个都拿来用魂力试验,只用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。 一边说着,他走到墙边,目光落在一块人头大小的水晶上。 目光顿时有些凝固了。 那块水晶看上去并不起眼,本身是透明的,里面却有大片暗黄色的杂质,悬挂在最靠进门的位置。 可就是这块水晶,确定唐三心跳骤然加速,眼中光芒连闪。 他怎么也没想到,居然会在这样一家店铺,这样一个位置,捡到这样一块水晶。 唐三的变化,小五自然发现了。 小三,你看这块烂水晶干什么? 恐怕水晶里面想找出比这更差的也不容易了。 这块水晶一点光子都没有,透明度也差,又没有附带颜色。 此水晶才是最珍贵的,你不会打算要买这个东西吗? 令小五没想到的是,唐三竟然肯定地点了点头。 我要买这块水晶,只是不知道多少钱。 不贵,一百个惊魂币。 一个懒洋洋带着点雌性般的沙哑声响起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说话的主人有点大舌头,他的话有些口齿不清。 幸好这里只有唐三和小五,店铺内又很安静,才能够清楚地辨别出他说的是什么。 唐三没说什么,但小五却猛地回过头。 就这破水晶,还要一百个惊魂币,你不如去想好了。 唐一上的中年人睁开眼睛,却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座椅。 一百个惊魂币,已经是我这里最便宜的价格。 买就掏钱,不买请走。 说完,又闭上了眼睛。 小五大怒,就要上前去理论,却被唐三扯住了。 好,我买了。 这几年以来,唐三也有了一定的积蓄。 他平时的开销很小,大部分收入都积攒了起来。 尤其是达到大魂师级别后,每个月从五魂店领取的补贴,就变成了十个金魂币。 现在,唐三加上小五的全部身家,也有七百多个金魂币之多。 小三儿,你没事吧? 小五抬手在唐三额头上摸了摸,确定他有没有发烧。 唐三向小五使了个眼色,再轻轻地摇了摇头,右手在腰间二十四桥明月叶上轻抹,一个正好装有一百个金魂币的钱袋,就出现在他掌握之中,转身走向那中年人递了过去。 中年人眼睛都不睁,你的钱不够,唐三道,这是一百个金魂币,没错。 中年人模糊不清的声音淡淡地道,可我的水晶要卖二百个金魂币。 这一次,小五再也忍耐不住了,你这是讹诈,刚才你还说一百个,这会儿又变成二百个了。 难道你没生意做?小三,不买了,我们走。 唐三向小五摇了摇头,看着中年人道,你确定不再更改了吗? 那块水晶或许对于别人来说没什么用,但对于他来说,却比天才地宝还重要。 别说是二百个金魂币,就算是一万金魂币,只要他有,也一定会买下来。 中年人懒洋洋地道,好吧,五百个金魂币,不改了,靠钱你就拿走,否则请离开。 从一百到二百,又从二百到五百,这一次,连唐三的耐性都有些撑不住了,收起钱袋向小五道,我们走吧。 小五狠狠地瞪着那中年人一眼,早就该走,和这样的奸华之辈打交道,简直是侮辱我们的智商。 感谢您收听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长篇玄幻想说《斗罗大陆》,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